先從玄玄來好了 好 我的部分呢 就是我的問題就是我的腿 又短又粗 然後因為以前是練那個 競技啦啦隊 所以我們都要把小腿練壯 其實不會 所以呢 我想要用這個 可是啦啦隊都要穿超辣的耶 沒有 我以前是那個競技啦啦隊 特技啦啦隊是被甩的那種 對 所以一定要練很壯 所以我今天想用 即使不是啦啦隊 我們也很常被甩 那是加上嗎 所以我用靴子 妳確實很愛穿靴子 對 然後就 因為我的腳踝算細 但是我的小腿就壯 妳小孩算細 那妳穿靴子把它遮起來幹嘛 對啊 因為很明顯 就是一個細 然後一個很壯這樣 所以我就 可是這樣子 這樣更短 對啊 這樣就把小腿 我覺得妳應該要穿 像我這樣的鞋子 對啊 要穿這樣的高跟鞋 妳應該要穿像這樣子的啦 對 妳要不要這樣子 因為妳這樣子反而把妳 最細的地方遮起來 如果妳要穿短靴的話 妳的口徑要更大一點 或是更挖 對 往下挖 對 要更大一點 好吧 然後才會修飾妳的小腿 所以她的問題就是 把靴子丟出去就對了 沒有 我覺得如果現場的話 讓她直接把它遮住呢 整個整雙頭遮起來 妳穿她的臉嗎 還是 老師怎麼都不講完 對啊 來 那妳來這邊 這樣銅色的靴子 妳有什麼意見嗎 我覺得她是靴子的長度 會把它的那個 優點遮住 然後露出最壯的部分 而且妳怎麼當床在那邊 對啊 妳肚子 妳肚子都沒有亂 喂 妳怎麼這麼清醒 她這樣很不錯 孩子都生了 小姐 我們這樣挺 真的 直接也放得開 這個又是高腰的 對 今年就是真的還滿流行高 跟那個高腰寬褲 對啊 今年真的很流行高 妳這樣不是好很多 好好看喔 好像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而且你也不用去在乎 就是說躲躲藏藏你的腿 這個褲子其實也很適合Echo 妳在這個褲子裡面要這樣走 如果都沒有人關掉 沒有 我會發現 就是腿型不美的人 其實今年就可以走這種寬褲的路線 可是寬褲我覺得也有個問題 寬褲如果不夠瘦的人 側面看起來很澎耶 所以健康 對啊 因為今天還滿流行 今天很流行套裝耶 而且要睡衣感 對啊 對 我現在接下來就是把她的皮 妳的胃也是可以露的啊 摺 對 露出多一點 可以嘛 妳看露的地方不露 就會比較年輕一點 是不是 然後反而可以顯瘦 因為它中間這一個 就是最瘦的地方 然後有露一點肌膚 然後 所以我覺得這樣會很帥 OK 就是比較中性 對 帶點中性 然後時尚感 對啊 所以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這樣子OK啦 因為妳們的胃都可以露啊 對 都 胃可以露 好好 好好是怎樣 可以嗎 沒有 因為我本身有胃凸 所以 我已經露 我也試 我要看 我要看 我沒有辦法 行啦 胃怎麼會凸 因為我的胃真的 一吃東西就凸一塊 對 很像 然後我每次都不能吃東西 OK 我們不在乎妳 因為小綺旋說是她也是 我們想看 妳有胃凸喔 不是 因為像我 對啊 年身褲就是可以遮掉 我胃凸的缺點 因為我明白就是 今年很流行高壓 會看起來腿很長 然後我自己就是喜歡穿 one piece 就可以解決 胃凸同時又呈現高腰的感覺 但是上廁所就要整件脫 對啊 所以有時候可以穿 很冷耶 夏天很冷 你會上廁所 撒發燒 你知道嗎 很冷 哪有那麼冷 夏天很熱 因為我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高腰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那妳覺得妳自己身體的缺點是什麼 胃凸耶 我覺得胃凸是我 我的這邊很厚 就是我是厚片女孩 原身 我是原身 我這邊很厚 所以我會不太能像他們這樣 穿那種薄片的衣服 那妳又胸部大又胃凸 妳很吃虧耶 對啊 對 就是這邊很大 所以我不太能穿很貼的衣服 無袖也不行 就這邊很壯 所以我都要盡量穿這種 修飾我的手臂 然後這邊有視覺效果 看起來比較瘦的感覺 是 腰伸出來 而且有伸V 對 就是修飾這邊 因為我的這邊會比較圓 就是虎背熊腰 所以盡量就是要挑 零口低一點 會看起來這邊比較長 V啦 VV 因為妳本身原本也是男生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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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二位來啦 不是 妳不要抹黑人來賓 對啊